很久以前因为已经关闲社区当着旧店 天候一段时间 阿公阿嬷都很怀念 可以在社区上开的日子 第三顶顶尾社区就利用 小级检约各位 像年轻人的玩具蝶杯 并设计一些趣味的游戏 给店外生看看 本来他们的欢迎 让在家里店太久的老大人 都算得很高兴 甚至他们的社交互动 在社区的公团一早就出生年年 因为在社区制度完的端子之后 大家是做会用小级检约来生悠悉 不仅分任到老大人家的经验 也让他们在温度的过程中得到快乐 今天就把他们安排扩定 是安排让他们做团康游戏 让他们在做这个 这个水管的时候他们可以出力 也有得到他们的运动的目标 等到自己在算的时候才会发现 原来在算的过程中有很多运格 在这里在算保脱品的罐那些 大家都有胆脚手 我们在这中间的运动 这样对他们的身体就很好 才会到家里无聊 蝶杯是年轻人正流行的一项运动 除了可以当闹体身欢迎力 当时也困难到手眼协调 下苦时段都是第一次提供蝶杯 虽然没法清除年轻人做到这样的乖 但是一步一步来完成 同样可以带到运动的效果 感到很高兴 那就是有这么高兴 我们的团结就会更好就对了 那比较出来的 人比较无聊 这样就好 这就是在这种运动 运动得很好 受苦 这种运动得不错 运动得身体更好 还更加努力 我一直都不会走出来 蝶杯就是要困难他的手眼协调 困难手眼协调的时候 因为他们平常在家里 大部分都比较大 我们用算的过程来给他们训练 每个人要求他们 可以身体健康 心情欢喜 丁欧社区一直用心经营老人好理的部分 在上口的过程中 还会大型的照顾到年会比较大的中价 让他们也可以算看 就是希望社区的中价 都可以慢慢走出好娃和处美好东 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充滅 记得前面我们再见